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小时候我没有太多的印象 因为我就觉得是一个蛮普通的地方 因为我从小在那里长大 但其实而且小时候 我也基本上没有出过我生长的那个城区 那到后来到现在发现重庆 现在慢慢地变成一个网红城市 很多人爱去打卡或者爱去旅游 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开心和自豪的事情 因为有很多人了解到重庆的文化 去重庆的地方旅游 然后我也很为我是一个重庆人而感到自豪 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去玩 要不到他 这首歌首先它是一个一首用方言演唱的歌曲 是一个用重庆话演唱的歌曲 那在我的感觉里 重庆话其实是自带一种燃的一种属性的 因为我觉得就还蛮燃或者蛮耿直 蛮豪爽的一种性格 重庆人的性格 那这首歌其实也讲了很多美丽的地方 其实也是说了我的态度 我觉得我是一个中国的青少年 我要有一个出声牛都不怕虎 我要有一个勇望前冲的态度 然后我觉得也很有中国魂 所以我还觉得那首歌非常能够代表我自己 对国家这种感觉感性 对能看出祖国越来越强淡 过去的联合国两次演讲都是关于儿童的 因为我是联合狗儿童基金会的大使 然后之前是教育使者 其实都是从去为了儿童好的角度去出发的 然后去发表一些我的见解 然后去聆听别人的看法 怎么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怎么样让儿童变得更加好 这样子 我今天在看手机 躺在床上看手机 前面一句话是我和我的祖国 下一秒我已经唱出来了 以歌也不能奉歌 就超级洗脑 然后在那个时候时候也会觉得非常自豪 非常的开心 对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也不能分割 不得我走到哪里 都留住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摇摇吹吹笑笑自我 路上一道家 阿玛 凉剑 我的祖国 我歌唱每一幕 歌唱满 我歌唱一首赞 是最后 confused 我歌唱悲笑的 歌唱一首赞 我歌唱小 руки